余堂正在留意禁封頁1772 他問上網可以看多少 如果買入的話 止蝕位又應該怎樣定 近期派了紅股 所以股價跟之前走勢 平時所說的價位差了很遠 但其實看共鋒也是一樣 股價由低位達上升了很多上升 接近差不多 有沒有50% 至40%左右 但你看圖很清楚 如果破不到四月的高位 大約是83元左右 這些位置 道理就跟剛剛說的京東那些相似 真的在營運數據上完全沒什麼問題 但股價升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再去追是一件不理智 或者這樣說不是不理智 你買得你預算會輸錢 你預算短線去駁它 只是升到一枝不容易 你看股價上個星期五 試過85元回落 現在有一個衝高回落的情況 我們說的momentum升得很厲害的時候 有破壞位置是合理的 但當它現在破壞位置升到 到一些重要阻力位置升不穿 開始回落的時候 你才去打算買 簡單來說 這些就是一些類似接貨和棒的行為 供風我自己看好的 但我不會建議大家這些位置出手去買 如果真的有心買 等會跌到哪條線呢 分注吸納 最簡單的狀況 這些市況上你要降低自己的風險 你有興趣買 分注吸納 永遠都是這樣說 所以你供風 如果你分注買這些位置收集沒問題 去到60元我還可以繼續買的時候 那就OK了 但你突然間這些位置買 又會出現一個狀況的時候 跌回到70元怎麼辦呢 都還是看好的 但問題是說短線升得太多 要去回落 所以如果你分清楚短線部署 這一刻就是10天線 又是100天線的位置 穿了 開始要投降 但如果你看到圖表上面 是好很多的 有很多黃金交叉法的循例 但是 如果市況氣氛轉策 現在跌幅我們說一會 又變成200點 這些高位調整的壓力 自然一定是大 所以你一注過 不會在這些位置買 想都不想 一注過的話 可能真的回到70元以下的位置 才開始去考慮